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来了 姐姐姐姐 这些水怎么没有了 沙是存不住水的 所以我们必须换一个方法装水 那我的水池怎么办 我们可以这么办 把这个海螺放在里面 我们把它固定好 水池做好了 哇 姐姐真聪明 等你长大了 也会懂得这些的 姐姐来抓我 姐姐 你看它多好玩 我们把它带回家吧 这可不行 它和我们一样也有父母和兄弟 你把它带回家 它的家人会着急的 它也会想妈妈的 姐姐 我们把它送回家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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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儿给父亲请安 你们两个遇见什么高兴的事了 我和姐姐在沙滩上看见一只大海龟 我们把他送回家了 你们两个做得对是一者行为 父亲什么是一 一者一也 就是指人们行为要遵循和符合理的标准 也是君子之志 什么是君子之志呢 就是一个君子 只要是符合道义的时候 仁义的事情就要尽心尽力去做 而且要做到最好 所以真正的君子应该仗义行善 宽义待人 助人为乐 如果眼见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 却袖手旁观 这是怯懦 而不是君子之所为 我听懂了 父亲 你们父子又腻在一起 不叫你们都不知道去吃饭 走 吃饭喽 真好吃 好吃 好了 快吃饭吧 这粥都快凉了 干活时忘了摘了 母亲最爱鸡穿珠子了 舍不得摘下 因为是父亲给的 就你多嘴 快吃饭吧 看来我们猪儿长大了 什么都知道了 我是大人了 好了 快吃吧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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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大人 有个渔民为其劝告 出海捕鱼未归 总有些人不听劝阻 走 看看去 挖不 confronting 第二集 派遥 人 你寻想全身 来 八十老母 下有儿女一双 家里十分贫苦 我们有时间的时候 去帮衬一下 照顾他们的事 有我和初儿呢 你就放心吧 是啊 爹 我和娘去 您安心做衙门的事 我也去 我也去 好 一起去行了吧 看 我们到了 哎呀 累死我了 有人在家吗 家里有人吗 谁呀 大娘 我们来看您了 你们是 是郡守让我们来照顾您的 谢谢郡守大人 我能苦命的孩子 奶奶 您别哭 您别哭 奶奶 您别哭 您别难过 还有我们呢 奶奶您吃 奶奶不饿 你们吃吧 好了 我去做饭 慢点吃 慢点吃 还有呢 您安心把面吃了 我再给您洗脸梳头 您的精神不能垮 还有孩子们呢 大人回来说您身体不适 是 怕是忧郁成疾 我给您抓了药来 药怪里正熬着呢 在出母子三人的照料下 老婆婆的病渐渐的好转过来 而孩子们也懂事了 你放了她 你放了她吧 她还没长大呢 你这样会弄伤她的 我不 她的爪子夹人特别疼 我都被夹好几次了 这会儿你看她 多像一个俘虏 垂头丧气的 她和我们一样 对待不熟悉的人和事 都有防护心 你越是靠近她 她越要保护自己 你快放了她吧 她不回家 父母会着急的 好吧 你快回家吧 要不爹爹会着急的 我们去试贝壳 在沙滩上摆小动物吧 好啊好啊 快走 看这小脸 以后要把自己洗干净 才是好孩子 看现在的小脸 多干净 谢谢姐姐 走 请来 继续 您怎么出来了 你们娘仨在我这儿 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 这个家多亏你们的照顾 您别这么说 你看我的病已经好了很多 巨手大人也需要照顾 你带着孩子们回去吧 没事 等您身体彻底好了 我再回去 夫人 我和姐姐都已经长大了 照顾奶奶的事我们能行 您回去吧 夫人 我已经学会洗衣煮饭了 我们能照顾好奶奶 你们还太小 我放心不下呀 你回去吧 他们总得有时间学会长大 那 好吧 以后有什么难处去找我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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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伙 大人 你看那里 不是已经下发了讯息禁止下海捕鱼的证令吗 大人 漁民多半是靠海吃飯 總有人冒著生命去湖口 快去找船 我們必須勸他們回來 母親 吃飯了 這就來 夫人 駿守大人為了救漁民罹難了 駿守去世後 初的母親準備帶出北上奉桑還鄉 豬牙盛產珍珠 但按當時的法令 攜帶珍珠過海入關是死罪 這是大人留給您的吧 這是大人留給您的吧 是祖上傳下來的 但是海關不允許攜帶 只好捨棄 這是你的 你總是想把可惜 你趁著我 我喝了 我快要禁止 我今天沒有! 你不是想把你打開嗎 娘 我想去接手 夫人 我带她去吧 快点快点 大家跟上 把这个箱子打开 我要检查 这是什么 这 这 私自携带珍珠过境 不知道这是违反法令吗 我 我 我已经舍弃了 不知道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 说得好听 这么贵重的东西 谁会说舍弃就舍弃 大人 这对母女 竟然借扶桑回乡的理由 携带珍珠过关 把他们带到这里来 是 你们不知道携带珍珠过海入关 是死罪吗 知道 执法犯法 罪加一等 来呀 把他们一起带下去 听候治罪 是 大人 只要是符合道义的时候 仁义的事情就要尽心尽力去做 而且要做到最好 所以真正的君子应该仗义行善 宽以待人 助人为乐 如果眼见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 却袖手旁观 这是怯懦 而不是君子之所为 请观侯大人 且慢动手 物证在此 你还有何话可说 大人为何不分青红皂白 就一并治罪呢 你们触犯了法令 我们也没办法 你们家谁出来承担这个罪责 一定是母亲舍不得祖上留下来的遗物 才又放回了化妆盒里 大人 我来承担 是我放进去的 你为什么放进去 这串珠子原本是母亲解下丢掉的 我觉得扔了可惜 便重用放回梳妆盒 母亲不知情 所以理应我来担当死罪 给她记录犯罪事实 是 官侯大人 请等一下 不要记录我女儿的罪过 其实她根本就不知道 哦 如此看来 此中还有隐情 母亲 一定是这孩子 看见我平素的喜欢 见我扔了可惜 才会把她放到化妆盒里的 大人 我夫君祖上本是高官 所以家里有珠子 不足为奇 后来传给我婆婆 婆婆又传给我 因为是婆婆所留之物 因此我经常戴在手上 原来是这样啊 夫君不幸亡故后 须归家安葬 我便将珠子解下来 但不忍心丢弃 就暂且放在了梳妆盒里 后来由于办理丧事很急迫 就忘了这件事 所以我应当承担责任 确实是我捡起来放进去的 大人请听我说 我自有失去母亲 是继母不辞辛苦 赋予我长大 待我生死亲生 我知道母亲可怜我是孤女 孩子 别说了 如今父亲又遇难 母亲想让我活下去 所以她才冒名顶替要救我 其实就是我亲身犯法 母亲不知情 您放了我母亲吧 我愿意认罪服法 大人 不是这样的 明明是我放进去的 你为何要说是自己所为呢 大人 您不知道 这孩子虽不是我亲生 但是他孝顺懂事 您别看他年纪还小 却是个有心人 照顾我和他父亲的时候 从不两样 不仅如此 他还爱护弟弟 娘 这样的孩子 我怎么能够让他替我去死 大人 您还是绑了我去治罪吧 娘 你别说了 住的是我藏起来的 您带着弟弟和父亲回乡 也好让我的爹爹早些入土为安 或是我惹下的 就得由我来承担 我年纪大了 你要好好带弟弟 父亲 你就别再争执了 这失误确实是我造成的 为娘去和你爹告个别 父亲 本想带你一同返向 将你妥善安葬 不想中途生出这顿事情来 你我夫妻也是天定的缘分 不能同生 担救同趣 你等着我 大人 你看这 大家让一下 让一下 大人 军手为官多年 勤政爱民 尊老邪幼 大义相救 就这样的为人 您还相信他的家人 能做出这一顿事情吗 是啊 大人 要不是军手一家人的帮助 我这两个孩子早就饿死了 姐姐 你爹爹也睡着了吗 还是不是睡着了 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爹爹就是这样 奶奶说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都很冲了就才能回来 这一家的异行让人感动 这母女俩如此有情意 我宁愿来承担责任 也不忍心记录和上报他们的过失 而且他们母女相互争执 怎知是谁之过呢 来人 大人 将那些珠子扔掉 放他们母女走 是 大人 多谢大人 本人哪 谢谢 一家人终于安全过关 母慈女孝 识人皆称他们为义人 后来 珠牙二艺的故事 世代相传 流芳千古 这一家人 都没舍得